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刘慕彪,主任医师,广东省人民医院,妇产科主任 子宫内膜意味症能导致不孕吗? 约有四成的内疑症,患者有不孕的困扰 内疑症是指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组织 出现在子宫腔以外部位的疾病 子宫内膜是构成子宫内壁的一层膜 分成功能层和基底层 功能层就是每个月都会脱落一次的大姨妈本尊了 所以大姨妈是子宫内膜的一部分 子宫内膜可以移民到很多地方,长期定居 这就叫异味 不管这货移民到了哪里,大姨妈的本性是没有变的 到日子就脱落,出血 子宫内膜移民到了卵巢以后 会不断向卵巢深处扎根,破坏卵巢的结构 影响卵巢激素、磁激素和孕激素的分泌 这磁孕激素一出问题,向排卵客就难了 这或不断向卵巢深处挺进 还可能影响卵子的质量,让人无法受孕 还有的子宫内膜纠缠上了输卵管 让输卵管没法安全地把卵子从卵巢送到子宫 卵子进不了宫,还谈什么娃呀 就这样,卵巢、激素、卵子、输卵管 哪儿哪儿都能出状况,怀孕就难上渣难了